大家好 现在江苏无锡蓝长街时隔年年 我再次来到了这个我逛了几百次的街道 哎呀真的是太熟悉了 今天下午我们就重点在这边边走边看 现在这里的客流量已经很大了 现在是中午到晚上的话人应该是现在的三到五倍 所以说这个地方是来无锡必来 一定要过来看一下的地方 江南水乡的特色就在这里完全可以体现出来了 逛蓝长街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条千年古运河 前面那个是跨塘桥 原来老的跨塘桥就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 后来为了城市发展要把它换一个位置 所以说这个大桥是07年建设的前面那个拱桥 然后顺着这个河道继续往前走大约一千米 那前面有个四百多年的老桥清明桥 那个桥等一下我们往前面边走边看 走我们现在走这个蓝长街的正面的这条主干道 往前慢慢走 这边才是真正的大门口 就是这个大排放我印象太深刻了 这个地方也是09年升级改造过以后就再也没动过了 因为那次是把这个地面啊重新的进行升级了 所以说升级过后的蓝长街看一下这个正面的主干道 现在还好客流量不算特别大 如果人多的时候 这里基本上是走不开走不动的 走我们往前边走边看 这个角度实际上特别的好 很多人他可能都错过了这么完美的一个地方啊 就是大叔拍照的这个位置 因为在这个侧面看的话 这个千年古云河的这个感觉啊 会特别的好 如果有那个小船现在正好过来的时候 那就更加完美了啊 再过一段时间 他这个树叶长出来以后会更加的好看 这条街一年到头人都比较多的 也就是年三十那天下午可能人会少一点 因为大部分人回家过年去了 到处都有人在排队买吃的 有的排队买麻花 有的排队吃面条 反正就是人多的地方就会有人排队 这条街慢慢走啊 今天一下午我们就重点在这里逛街 这个街道两边吃的地方特别的多 都是各种各样的美食 再往前走 等一下前面会遇到第二座桥 我们等一下走到另外一座桥上再去看一下 这前面三位同学应该是专门过来拍照的呀 就是人太多不好找位置 要不然可好了这个地方 穿过这个桥洞 这个上面是太湖大道 继续往前走 这个位置挺好的 我们过来看一下 看看他们是不是要在这里拍照 我们站到这个位置来啊 因为它这个墙现在全部重新刷了涂料 好白 那边就是我说的那个桥 等一下我们走到中间的那个桥上 再去看一下 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早上出来还有点冷 现在到中午太阳一晒 又开始热了 这一热的话 也是比较难受的 前面有一只小可爱 前面那些小姐姐在这里拍照 我们过来欣赏一下 哦 厉害厉害 还有专门打光的 蓝长街 这个地方晚上肯定会亮灯 环顾看一下这周围 这就是我说的那个桥 等一下我们上去走一走 这里是游船码头 看一下对面的那个房子 真好看 看一下古游船跑得挺快呀 这个地方也是客流量 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 已经走到桥上来了 看一下这头小船跑得挺快呀 这边是市中心方向 等一下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另外一个方向 这边是南长街的主干道 我们看一下这个角度啊 这个角度是特别完美的 继续再往前走五百米 就能走到那个清明桥了 这个墙现在刷得太白了 实际上不要太白 就是粉墙带瓦是最好的 我们继续去往那个清明桥那边走 我终于走到这个清明桥了 我差点就放弃了 因为从那边走过来 还是很远的 这里又是在搭建一个舞台嘛 然后这边写着 全国重点物保护单位 大运河清明桥 就是这个四百多年的老桥 我们走过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侧面 站在这个河边 这里的风景是非常好的 往左边看一下 这个地方为什么好 它既能看到古建筑 又能看到现代建筑 很多人不懂得欣赏 全国各地像这样的场景 很难找得到第二个 或者说第三个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这座四百多年的清明桥 等一下走上去再看一下 就更加完美了 距离桥的最高处 近在眼前 最后冲刺 因为说实话 今天一天走了很多路了 累啊 先看一下右边啊 那边还有个八九十年的老桥 上桥走到最高处 站在这个位置 看风景才是最佳的一个地方啊 先看一下左边 然后再看一下右边 那边远周还有一个廊桥 厉害啊 就不再往前走了 因为我能走到这里 就已经是走了很远了 重点就在我的左手边 这边才是来 蓝昌街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 最核心的一个位置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角度 可以说整个无锡最美的一角 除了源头主那个地方 那就是这个地方了 这么好的景点 在全国你能找到第二个 说实话我没有遇到 真没遇到 我在国内走了一百多个城市了 迄今为止没有找到第二个 能和这里相比的 因为这里能够看到千年古印河 还有左右两边的古老的房子 还有远处现代建筑的房子 所以说这个角度 才是无锡最完美的地方 太漂亮了 行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收看 下期见